我可以为你放弃工作 你就看对我再压我 不是 我这人不喜欢斗丸子 我不能因为工作 把我后半身打工了 是吧 对 对 但是你必须能养得起我 痴情的盖大姐 既然是爱 就来她个轰轰烈烈奋不顾身 宁愿被爱舍弃工作 前提只有一个 你必须养得起我 看照大哥古怪的表情 现在还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趁此机会咱一起去看看 这个被爱冲昏头脑的盖大姐 是什么情况 盖玉娟 49岁 黎毅县居住地长春市 月收入6000元 一个儿子未婚 哪年里的婚 10年那5月30 哎呀 我家孩子她爸爸 其实哪样都挺好的 她就是这个喝成酒了 她就是打人了 就是不管你脑袋撇我 就是给你打 她要生气的时候 嚎我头往墙上就撞 你这边有一年给我打的 就是上去一垫泡子 我这一只眼睛五眼清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 又是一个家暴的牺牲者 东北老爷们都是英雄好汉 出个爸 打媳妇的也是难免的 闹到离婚就是妻离死散的结果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你看到最后不还是要找个老头陪伴吗 这个年龄呢就是有个陪伴吗 能真心对我的必须要真心 我精神高1米65 但咋地得比我高啊 长相一般就可以了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挑 所以说我能担得到现在 经济条件咋说呢 咱们也是啥也没有 是吧 要求人家有的啥 就是不管是你干个体也好 你还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好 但是你必须能养得起我 盖大姐的要求非常明确 内在的要真心相爱 外在的要个头相配 经济收入要养得起我 红娘查遍现存资料 找到了与盖大姐相匹配的赵大哥 赵云伟55岁离异县居住地长春市 月收入7000到1万元 一个女儿已成家 那你这要是找着对象了 那这是住哪怎么办呢 我心事我考虑啥 最好这边找的女儿 最好先有房 完以后肯定得买房子 是肯定的 无房或赵大哥收入可观 等找到合适的老伴 再寻其来购买 虽然是个飘荡无爪的单身狗 可是他长老伴的标准 那是毫不含糊 这玩意的啥样 就得见面看看有没有缘分 不见面咱反正就必须要白一点就好 他喜欢皮肤白一点 对对对 白的丑得得劲呗 丑得好 一白遮白丑吧 是不是 反正长得一般就行 长相一般不要紧 皮肤一定要白 这就是赵大哥的演员要求 红娘觉得盖大姐完全达标 就带着赵大哥上门找他的白娘子来了 你在拿啥子 谢谢 可以买的 多鞋吧咱俩 谢谢啊 这么多个月 是 等等等等 最后就是还是你俩在今天见面了 所以也是缘分 真的 您来介绍一下呀 我叫赵云伟 你好 我叫开义娟 好 很高兴认识娘 原来两人在红娘的档案库里 已经配对过了百天 今天才见面 那也确实是缘分积累到爆 你看红娘这介绍人 当的还真是挺称职 然后你呢 现在做 育婴师 育婴师 然后呢 你有扣的时候他没扣 他没扣的时候你有扣 是我的逃不掉 不适合对我的 就逃掉了更好 盖大姐这乐观主义的幽默 减轻了刚见面的相声感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见到赵大哥的第一夜 就变成了小迷妹 还行 还行 挺满意的 因为不是百分之百 有一点黑 然后怎么说呢 反正是看着是不烦人 看着挺好的 看着挺好 还行 就是有点黑 这唯一的缺点 从盖大姐的嘴里说出来 确实充满着暧昧和欣赏 披头挑子这一头已经是热了 可是男主赵大哥这边是怎样呢 赵大哥撸起袖子 把快到嘎吱锅的嫩肉露出来 说自己是太阳晒得黑了 他那才是黑呢 女人不白就是不好看 对啥这么在意这个皮肤呢 干净利索丑 不用丑着干净利索 你就看一个物理环境 是不是真是干净利索 反正我唠唠唠 好不容易赵大哥同意唠唠看 这还是看在红娘苦口婆心的面子上 这边的内情 盖大姐无从知晓 还兴致昂然的弹性正能 在婚买房子找对象都是相互关联的 对象在哪就在哪买 原来赵大哥就是传说中的无房货 盖大姐就偷着乐了 他从这里看到了机会 他想说你说走到一起 我俩在这块 你说他不买房 在我这块住不挺好点事吗 那你这以后就是有一定的情况下 不管是跟我还是跟谁 在这边定居还是回你家那块 这边你以后再说我 不一定将来回那 嗯 那要是回延吉啥地 跟那他不走呗 接受他了就得 他走哪我就得跟那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手机就不离手 盖大姐有这个觉悟 但是目前面临的失忆英识的职业让他分身乏术 那如果咱俩要往前走那一步 那你说我要商务看一下孩儿了 咱俩没有什么的工作 这个怎么办 工作就会耽搁两人的正常相处 目前就辞去工作显然是不合适 红娘也在替他们担忧 盖大姐的工作性质 赵大哥是不清楚的 每天24小时守候 十一英十的工作需要 这样一来就和恋爱相处 产生了绝对的时间冲突 这是赵大哥不想见到的 男的是上午十一点就下班 女的是今天24小时 明天一整天循环往复没空间 这要谁陪伴谁呀 那不和自己过一样的吗 是谁也不会要挂名伴侣 赵大哥不满意找这样的老伴 盖大姐也很有自知之明 关键要看相亲的结果 两人能走到一起 他怎么放得下来 这不易的黄昏恋呢 这都取决于赵大哥的态度 不是那我问你 那你现在既然来了 你对我撒印象吧 我可以为你放弃工作 你就看你对我再压我 不是我这人不喜欢斗丸子 我不能因为工作 把我后半时间耽误了是吧 这就是咱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听了盖大姐的表白 赵大哥一阵无语 撇了撇嘴陷入了沉思 这可苦了已经单相似的盖大姐 现在她只能偷偷的和红娘诉说中场 我对的挺好的印象 不然我也不可能说我说的那种 如果说的没有时间跟她沟通 我应可就是不上班 刚才还说就是能可以为了另一边 放弃这个这么好的工作 你这么喜欢然后赚的又多 因为都这个年龄断了不容易 她能接受我的同事 我可以放弃一切 可以为爱放弃一切 这是已经爱得稀里糊涂了 在红娘的鼓励下 盖大姐鼓起勇气 想找大哥吐入心声 我可以为你放弃工作 你就看对我再样吧 反正咱俩吧 也差点出失望 我这我也不参加 咱俩就做个朋友吧 真是 就是远远咱俩还是没到 是实在话 盖大姐赤裸裸的真情表白 遭到了赵大哥无情打脸 相亲到这个份上也该收场了 可是盖大姐此时的心情 那是糟糕到了几点 脸上的笑容遮不住内心的沮丧 还在极力的向红娘诉说过往 他人给我拒了 我没有想到 我真的很失望 真的 我之前那几年 就是喜欢我的人 都让我给趴死了 这一点我不是说的 真的很伤心 我都觉得我 已经把话给你摊摆了 都已经说明明白白了 他给我拒了 拒就拒吧 没有那缘分了 世上有许多 可以勉强凑付的事情 唯独婚姻是不能勉强的 俗话说 抢求不是亲戚 没有缘分哪里来的爱 更何况演员 享有缘分的处决权 我唱戏端是要丑 只竟是不做 你和这个姨之所以 你觉得不行 就是因为 也不是因为这个姨 得上班 也不是因为 得出家 就是因为插在眼 演员上 这指竟是差 对 赵大鹤直言不惠的承认 就是演员没过关 没有其他原因 谁想办辈子 有一个不喜欢的办 是寻找快乐 还是自找烦恼 可是那边的盖大姐 不知是哪里来的直觉 还在认为 等来等却等到的 还是她就是缘分 就是我的直觉 因为就是说 毕竟就是那个时候 好像应该四月份嘛 你给我打电话说 对 对 一直拖到这个 拖了这么久 然后我觉得 还是等的是她 然后她也没有 那个去找 我也现实当中没找 所以我感觉 这个缘分 应该是 十有八九能成 十有八九能成 你可别忘了 应该说 不如意识 尝八九才是真的 存在一项 不可能因素 也会导致功败垂成 但是盖大姐 还是希望红娘 再找赵大哥 去争取一架 她对你还真是挺满意的 所以你看 想不想再往下接触接触 你看这个姨 现在一个是 人家自己挣着钱 然后人家现在自己 还有一小楼房 模样长相呢 身材也都还行 我跟你说 我就想说 熟你 就是太有房了 就是有别墅 没有演员我也不行 话说到这个份上 已经没有意思了 红娘再说下去 就涉嫌欲全 干涉她的婚姻自由了 别忘了 强扭的瓜不甜 为了一点传说中的奖金 乱点鸳鸯 普合是吗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发表告见